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会公布4月的经济指数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将会继续了解最新的国内时政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余飞 好了 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3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逐立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会议指出要围绕经济结构的制度性问题推进改革 梳理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需集中出台和落实的改革举措 打好组合权 使各项改革措施同项发力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 发挥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在会见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时指出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向好 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主要国际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看好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同新方继续发挥自贸协定的提振效应 为早日启动自贸升级谈判 创造条件 拓展农牧业投资 科研 管理 食品安全等全产业链合作 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三月各项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持续改善 人民币也出现了阶段性的稳定上行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在6点4787 较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大幅上调121个基点 创出了4月以来的最大升值幅度 那截至今天早晨6点钟 在人民币暴在6点4763点 离岸人民币走势较弱 暴在6点4833点 此外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可知 最新公布的人民币CFETS汇率指数为97.38 较前周下跌0.27% 较2014年底下跌2.62% 创出历史新的记录新低 那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参考一篮字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 华侨银行经济学家汤米谢表示 央行超预期的提高了人民币中间价 可能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外汇指数 但是他认为政府允许一篮子货币 近乎下降的可能性还很大 那今年可能会跌至96 谈及人民币汇率 IMF亚太部中国区主管詹姆斯丹尼尔 对低财经表示 根据评估 虽然此前人民币贬值引发过的市场不确定性 但是人民币汇率依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进行上下浮动的必要性不大 但是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的价值不好的事情 不太太有改变 并不太太有改变 并不太患 因为其他价值不太平衡 所以我在这一刻 我会看到不太多的理想 改变 这些论检查 是什么绝对是理想的 中央央行昨天对18家金融机构开展 MF操作共1625亿元 其中三个月835亿元 6个月790亿元 利率与上期持平分别为2.75% 2.85%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早前关注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周末在多哈举行的石油动产会议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本来这只是一条行业新闻 但是没想到却像是一只黑天鹅一样 冲击了全球的市场 其中就包括A股市场 昨天户指盘中连续失守了五天十天均线 也创出了近四周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具体情况进入我们的早见观众 那昨天固执是低开的 随后出现了一波跳水并且维持在低位震荡 午后固执是延续弱势并且再次出现大幅的下挫 回落到了二十日均线附近开始止跌回升 但是反弹乏力 尾盘的跌幅再度扩大 另外创业板也没有能够走出独立的行情 回调的幅度是大于主板的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 两市的成交不到5600亿 应该说这个量是有所缩小 而盘面上来看 彩票概念是强势的 红博股份人民网上涨超过5% 金亚科技 姚继扑克 天红商场涨幅剧前 另外融资方面 截至到4月15号 两市融资余额合计是在8914.78亿 环比减少了36.62亿 这个是结束了两年涨 有分析又认为 市场暂时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验证经济触底回升的趋势和强度 同时因为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市场将缺乏数据的指引 那么在这样一种温和态势之下 市场可能会变得有些乏味 另外外部风险 主要集中在美联储加息 以及原油的价格之上 应该说最近这段时间 3100点久攻不下 而昨天又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究竟对于后市 我们该如何来看呢 听一下深万红源市场研究总监 贵浩铭的分析 应该说和多哈汇 这个非油输出股组织 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 有些关系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资产 在赞上3000以后 继续上行过程当中 还是遇到一定的指挥 所以这次在3000之前 有个充分回调 我觉得也有利于后市 权重股的作用 可能在经过的时间 可能会有所弱化 大家还在更多的关注 存在的品种 那刚才提到 在上周末举行的多哈的会议 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这个也导致亚盘时段 WTI5月原油期货 一度大跌超过6.8% 那么创出了2月1号以来 最大的单日内的一个跌幅 而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 也一度跌幅达到7% 市场有分析认为 油价震荡所带来的影响 大大削弱了全球的资产风险偏好 同时也让市场的负面情绪 进一步的高涨 而据数据统计 今年以来油价和A股的表现 是密切相关的 来看这样一张图 橙色代表的是护身300指数 蓝色这个线代表的是 护身300里面的能源权重股指数 可以看出从进入2016年开始 护身300指数基本上 和这些能源权重股走势 是相同的 而在昨天的市场上 能源权重板块表现欠佳 中石油 中石化 眼周煤液跌幅 都是超过2%的 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的表现 中正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A股市场未能幸免于多哈冲击波 对多头形成考验 而实际上多哈 仅是被空铜利用了的 调整的一个触发器 本质上来看 对利好反应平淡 而对利空较为敏感的 A股市场当前并不具备 向上突破的充分条件 畅多的重新变得谨慎 认为市场反弹窗口趋于关闭 短线一进行低息 不宜去追高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定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最新的国际市政方的消息 余飞 好的 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国际方面 根据美联社18号报道 俄瓜多尔政府官员称 该国西北部沿海地区 16号发生的7.8级地震 已经造成350人遇难 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全力以赴 寻找更多的生还者 根据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 此前的公布的消息 此次强震造成272人死亡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亚18号表示 地中海又出现了一起惨剧 数百人丧生 面对这一情况 欧洲必须反省 不过他没有提及事件的详情 有媒体报道称 几艘想要驶向欧洲的难民船 18号在埃及海岸的附近倾覆 越南人数可能多达400人 以色列救援机构18号称 一辆公交车当天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区 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近期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地 发生多起巴勒斯坦人 攻击以色列人的事件 其中的大部分案件为持刀伤人 引发了人们对于巴以局势的担忧 黎巴嫩国民议会18号宣布 原定于当天举行的黎巴嫩总统选举 因为参加投票议员 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而再次推迟 这是黎议会自2014年4月以来 第38次推迟举行总统的选举投票 根据黎巴嫩宪法 议会只有在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的情况下 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投票 本届黎巴嫩议会有128名议员 而18号前往议会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议员 不足55人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当天没有任何一名议会主要团体领导人到场 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贝里决定 将总统选举投票推迟至5月10号举行 黎巴嫩宪法规定 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 任期六年 不得连选连任 受地区局势影响 黎巴嫩主要政治派别 在总统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 每次总统选举投票 都因一些派别抵制 导致参加投票的议员 不能达到法定人数 总统选举投票被迫一再推迟 南苏丹前副总统反对派领导人 马沙尔的发言人 一期基尔18号说 马沙尔返回南苏丹首都猪八的行程 推迟至19号 马沙尔抵达猪八之后 将参与组建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并将出任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副总统一职 2013年7月 南苏丹总统基尔解除了马沙尔的副总统职务 此后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内部两个主要派别分歧日益严重 2015年8月两派正式签署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马沙尔近日表示 如果其武装部队能够先期抵达猪八 他将在4月18号前往猪八 参与组建过渡政府 好 之后我们在7点35分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 好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一季度宏观经济气温 房地产的贡献举足轻重 而随着楼市销售的逐渐回暖 3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整体涨幅也继续扩大 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扬 而部分热门的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是快速崛起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62个城市里 涨幅高于2月的城市有55个 比2月增加了22个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54个城市当中 涨幅高于上个月的城市有47个 这个比2月增加了23个 厦门 南京 合肥等热门二线城市涨幅领先 从同比来看 同比上涨城市的个数也在增加 涨幅扩大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40和46个 分别比2月增加了8个和5个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表示 尽管绝大多数城市房价环比都出现了上涨 但城市间的涨幅差异仍然比较大 上涨过快的城市 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其房价涨幅远高于其他城市 而其余的二三线城市房价走势相对平稳 另外业绩人士指出 全国楼市的全面回暖可能与三月份的多重利好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 针对房价上涨速度较快的一线城市 实行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有助于促进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领先 而随着调控措施接连的出台 进入4月以来 北京的二手房成交及看房情况是明显降的 三月份应该明显感觉是从年后过来是一直都是处于上升状态的 包括交易量 包括经纪人的一个行动量都很大 那四月份以后的话有一些回调 我们经纪人的形成量有下降了10%到20%左右 然后的话整个房价也有5%左右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空间 尽管绝大多数城市房价环比都出现上涨 但城市间涨幅差异仍然较大 业内认为三月的降价其升或成为年内最大的狂欢 由于此前上涨的重点城市正在迎来调控 政策的短期效应已现 市场或将逐步进入调整期 而未来中长期的楼市走向依然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基本面 二季度的时候整个市场的整体的供应量的话 会较一季度的整体供应量会加大 那么在整个的需求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的话 供应增加会导致它的成交量的话也会迅速地上涨 但对于二手房来讲的话 我们预测可能会有个回落 经纪参考报消息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去库存政策的持续 三月房价量价齐升 大多数城市房价出现上涨 但分化的趋势依然明显 同时呢因为一线城市的收紧 部分投资资金撤出一线城市 进入二线城市 促使部分二线城市价格涨幅超越一线城市 因此重点二线城市或将迎来新一轮的政策收紧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监测显示 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整体平稳增速回升 一线城市住宅地价跟随房价快速上涨 而预计二季度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持续作用之下 城市地价将会保持整体的上涨开始 具体来看呢 综合住宅工业地价环比同比增速 较上一季度都是有所上升 商业服务地价环比增速和上一季度持平 同比增速微幅放缓 而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是 每平方米3668元 商福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是 每平方米6767 5554和766元 中国证券报报道 盈改增全面推进进入了一个倒计时 房地产行业盈改增的实施备受业内关注 中金公司预计盈改增之后 房地产全行业税付将会下降620亿 预计行业净利润增加460亿 盈改增除了推动房地产投资以外 还将为开发商在高库存地区 创造降价和去库存的空间 业内人士表示 政策实行之后 将利好商业地产及产业地产的销售 并增加一般企业对于持有型物业的投资 长期来看 对房地产投资有拉动作 另外针对全面推开盈改增试点前的税收乱象 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 严禁跨月跨季度征收或者调整 预征缴办法提前征收 严禁改增增值税收入 进向税底抵扣部分 该抵不让抵 对企业该退税的不退或者缓退等等 对于5月1号之后 试点纳税人纳入 应改增试点之日前发生的应税行为 需要补缴税款 应按照营业税政策规定补缴营业税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政造班车 以下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 李星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昨天的证监会发布针对 二元期权平台风险警示 互联网二元期权平台交易行为 类似赌博 已有公安机关就诈骗罪 立案查处平台 据了解这些网络平台交易的 二元期权是从境外博彩业演变而来的 其交易对象为未来某段时间 外汇股票等品种的价格走势 交易双方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 交易价格与收益事前的确定 其实这是创造风险投机 投资者进行投机 不具备规避价格风险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好 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三板 根据此前股转公布的测试方案 新三板分层仿真模拟测试 昨天正式开始 为期一周 而根据业内人士透露 市场高度关注的新三板分层正式方案 或将在下周末前正式落地 目前无论是券商还是企业 都在为分层的到来 积极准备 本次仿真测试的主要内容包括 测试挂牌公司分层信息揭示的 及时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各技术系统对挂牌公司 分层信息揭示的准确性 分板块揭示不同层次 正确行情的正确性 记者从古转新闻处获悉 目前新三板分层制度的最终方案 已提交给证监会 正等待最终的结果 修改后的新三板分层实施方案 对原有的标准进行了一些修改 突出相关标准的可抗操纵性 它没有辜负出来具体的内容 包括你那个做账数量 还有人拉一些实质的 那个胶量小是最好操作 从哪些标准来控制 第三条是最终的 其他的都不太好做 此前 市场一直对标准三 六一市值和六家做事商的标准 充满争议 认为可能被操纵 古转某权威人士透露 即将发布的分层细则中 对标准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会提出一些附加性的要求 来进一步保证 减少操纵性的可能 多位券商人士对记者表示 近期一直在和可能进入 创新层的企业沟通 以便分层正式确立后 进行持续的督导 和提供更多的服务 此外 分层后的市场 将面临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梳理完成之后 其实各个权商会利用自己 在投华方面的优势 像我们就以冰购为主的这种市场 我们在冰购市场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会推一部分 创新层的标的 对于即将进入创新层的 优质企业而言 分层最大的意义在于 将它们从六千多家企业中 甄别开来 吸引投资者更多的关注 纯粹是分层能够带给我们的 增加认知的这么一个机会 它不会创造特别好的这种收效 反而是如果能够配套的 这种交易政策能下来 让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到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的买卖 这样的话对企业的流动性增加 是收益蛮大的 即将到来的五六月份 两市合进几金市值高达 4602.78亿元 其中的4月18号起至6月末 两市共有364家上市公司 限售股即将上市流通 其中23家上市公司变动后的 解禁股数 是在总股本的比例超过40% 其中上风水泥将在4月26号 解禁近6亿股 占到总股本的比例高达 73.52% 现新矿业也将在同一天 解禁超过7亿股 占到总股本的比例高达 64.66% 从解禁市值的排名来看 国泰均安将在6月27号 解禁32.49亿股 解禁市值高达644.9亿元 绿地矿股将在6月30号 解禁27.05亿股 解禁市值高达364.37亿元 截至4月18号 A股39家上市公司 获得了重要股东的增持 增持金额于45亿元 其中苏宁云商获得于 34亿元的最大首笔增持 新潮实业已逾7亿元的增持额 位列第二 与此同时遭减持上市公司当中 暴风科技位列第一 被减持额近10亿元 此外东兴证券遭减持近8亿元 2345遭减持5次减持近7亿元 巨轮智能被减持4亿元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18号晚 已公布年报的1762家公司当中 共有1755家公司出现减值损失 合计达到8032.51亿元 占到这些公司2015年 净利润合计数的38.4% 昨晚有9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合计是具体减值准备是9.78亿元 其中提取数额较大的有东方弹业 具体资产减值准备是3.5亿元 银江股份具体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共计是3.9亿元 具体减值准备将对于相关公司业绩 形成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 减值准备转回主要是之前被确认为 坏账的应收款项被收回 也有的是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因此对于相关具体准备比较大的公司 可以关注其未来是否存在转回的可能性 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称 阿里巴巴旗下金融子公司蚂蚁金服 计划在上海主板IPO 并有望成为6年以来估值最高的IPO 而蚂蚁金服满足3年盈利的上市要求 可能最快今年启动 公司的估值在600亿美元左右 有望成为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 上海上市以来内地股市最大的IPO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 财经万花筒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 针对转基因作物监管中存在的 个别违法违规现象 农业部昨天表示 将开展种子加工和销售环节 转基因成分抽检 严防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和油菜种子 冒充非转基因种子生产经营 违规之中反种构成犯罪的可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更好的区分辨识 新能源汽车或国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公安部从昨天起公开征求对新能源汽车号牌 试样的意见建议 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和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各三个试样 其中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的三个试样 分别采用渐变绿色 绿色水滴形图案和绿白双拼色 作为号牌的底色 而大型的新能源汽车号牌 则采用绿黄双拼色 拼出不同组合的试样 除了采用体现绿色环保寓意的颜色以外 号牌还增加了专用标志 和普通汽车号牌相比 新能源汽车号牌号码增加以为 避免重号 这一征求意见 截止时间是本月30号 截至2015年底 我国的纯电动汽车达到了33.2万辆 混合动力汽车是25.1万辆 2016续日伯乐计划杯 中欧足球加年华上周末在上海上演 最终由卡佩罗率领的欧冠全明星米兰足球队 是以7比1战胜了 由朱广库率领的伯乐计划中国明星队 在赛前的发布会上的双方也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 进一步推动伯乐计划 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 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伯乐足球专项基金 理事长朱晓东表示 将从基层着手培养更多的校园足球老师 类似这种比赛的形式 或者加年华的形式 更加多的让中国的观众能参与进来 了解博洛计划 支持博洛计划 另外我们会有意思的来评选 或者来选拔很多校园的老师 来到我们的博洛计划 我们来更好地来培养他 另外在比赛结束的当天晚上 中欧两队的明星球员席居一堂 就足球和中国文化进行交流互动 而谭永林黄正华带领的明星球员 还表演了中国武术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上海驰骋体育表示 希望能通过娱乐加体育的狂欢秀的嘉年华 唤起球迷们当年看球的青春回忆 更能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好 这些正在直播的餐厅早班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听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从华尔街 到陆家随板块来关注全球市场 和国际财听消息 自由动产协议最后一刻 因为沙特的不同意 所以没有能够最终达成 大家想要预期得到的那个结果 因此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 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 我们马上通过宏观方面的板块 重点来聊聊这个话题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华尔街 到陆家随 从华尔街到陆家随 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 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 数据显示一些因素 对于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 构成初步的阻力 而这些因素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此前预期的更长 花旗预计今年一季度 美国GDP将增长0.9% 全年增长1.7% 花旗表示美国经济前景出现惊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下行风险非常的明显 预计年内将仅仅是加息一次 可能会在9月发生 但是如果有事件搅动金融市场 同时进一步拉低经济前景 那么12月可能或者是更晚加息的可能性 也将逐步的升高 目前金融市场另一个风险点是英国退欧一云 英国财政部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 就退出欧盟对于经济造成的长期影响进行了评估 报告称 与留在欧盟相比 如果说英国离开欧盟 并与之达成类似于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 英国经济将会萎缩6% 这相当于每个家庭的财富在2030年之前 每年减少4300英镑 财政大臣奥斯文表示 退出欧盟对于英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 将对于英国造成巨大的伤害 德国联邦银行昨天发布的阅读报告显示 以去年第四季度相比 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加速扩张 内需成为了支撑经济扩张的决定性因素 出口贡献则是相对比较的弱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德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981亿欧元和994.2亿欧元 月度顺差分别为187.2亿欧元和197.5亿欧元 而去年第四季度 德国月平均外贸顺差超过200亿欧元 德国央行认为 从工业订单减少 企业经营预期减弱等迹象来看 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201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 其中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3% 德国联邦统计局将于5月13号公布 今年第一季度德国GDP出值 阿根廷在时隔15年之后 即将重新返回国际债券市场 初步迹象显示计划发行的 100亿至150亿美元国债 已经获得超额认购 市场对于10年期国债的需求 非常的强劲 自2001年近1000亿美元国债违约以来 阿根廷一直被排除在 国际债券市场之外 再来关注一下多哈动产谈判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周一表示 出于政治原因 美国方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市产油国无法在多哈达成 动产协议的重要原因 此外沙特临时改变立场 也使得多哈协议最终流产 近年年初油价创下12年新低 此后受到市场情绪回暖 产油国计划现产产量等因素的提振 油价反弹了超过30% 多哈动产协议流产 亚洲市场早盘油价暴跌超过6% 不过此后油价跌幅不断缩小 油价一度 自日内低点攀升了8% 油价暴跌之后 快速反弹 推动美股大盘反转 标普创下了年内收盘新高 道指创出9个月收盘新高 周一的标普收涨0.65% 道指收涨0.6% 纳指收涨0.44% 富士放欧只有300指数 收涨0.36% 短暂的避险情绪高吹 美债价格下跌 大宗金属同样是逆转 早盘的跌幅普遍上涨 好 刚刚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上周五美股的三大指数的情况 好 我们看到了 道琼斯贵民指数是上涨了0.6% 纳斯大个综合指数 昨天收盘上涨0.44% 标普白指数上涨0.65%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格威尔 我们来关注一下 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王沐 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挥的报道 受格业油价大跌7%的影响 每股指数周一早盘低开 但是随即随同油价一道反弹回升 道指最高涨超100点 和标普500指数一道刷新年内盘中新高 道指也是在近9个月来 首次站上盘中18000点的关键心理点位 非必需消费品 医疗保健和金融板块领涨 能源板块降幅收窄 迪士尼股价涨超2.5% 提振了道指走势 投行Pivot Research 上调股票评级至买入 理由是价值55亿美元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6月开业将对业绩利好 迪士尼动画片森林王子周末 北美首秀赚得1.03亿美元票房超出预期 因此上调目标股价值121美元 周一迪士尼股价在年内首次涨超100美元大关 销售迪士尼影片 星球大战之原力觉醒和冰雪奇缘等 周边产品的全球第二大玩具产商 孩之宝股价大涨5% 摩根士丹利币财积净利润同比下滑53% 创美股盈利55美分 好于市场预期 周一早盘股价上涨3% 但是随后回落 投行业务收入下滑16% 不足10亿美元 交易收入下滑34% 降幅高于同类的大银行 股本回报率降至6.2% 仅为去年统期水平的一半 同时高盛将于周二盘前公布财报 股价波动上涨0.4% 好 非常感谢王牧给我们带来 有关于市场最新消息的一个汇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到路加罪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多哈动产协议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 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 吴向金先生 向金先生早晨好 早晨好 您对于目前多哈动产协议 最终因为沙特 最终并没有在最后一刻 投了这个反对票 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这样一个 首先没有达到沙特 他自己预期的一个效果 他觉得这个 尤其是伊朗方面 他不肯动产 这个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心结 那么您觉得这对于资本市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您觉得未来的话 这个多哈动产协议 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 有一个向好的预期的推进 这个呢 我们先提前一点 就是说一下这个油价 因为这个多哈这个协议 跟油价是很大的关系的 直接决定了油价的走势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 在中国周一的时候呢 看到油价大幅暴跌 大概接近7%左右 但是呢 后来呢 中国的下午的时间 我们看到油价 已经慢慢往回的 那么回谈了 然后呢 到美国周一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晚上的时候 昨天晚上进一步回谈 到最终收盘的时候呢 也就跌了零点 百分之零点几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V字 一天做 完成了一个巨型的反转 那么这个也是 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全球的股票呢 因为最近几个月呢 也是跟原油价格 相关度也比较高 所以说原油这样一个 大型的反转呢 也造成了很多的股市 像美国的股市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 从这个跌到涨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 中国还有亚洲 很多的国家股市 也是暴跌嘛 当然这个跟原油的 这个暴跌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今天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呢 也会可能会 从昨天的基础上 有所反弹 那么昨天跌的主要原因 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在周日 OPEC国家加上俄罗斯 在多哈开会 就这个冻结产能的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 这个跟大家之前的预期 是不一样的 之前的预期呢 应该是打成一致意见 然后呢 各国实行冻结产能 那么对这个原油的价格 有所支撑 但是呢 最后一刻呢 沙特就说呢 伊朗它不能够冻结产能 我们就不冻结产能 那么伊朗是为什么不愿意冻结产能呢 因为伊朗在今年一季度 刚刚被这个西方国家解除这个禁运 贸易禁运 那么就过去在三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这个核问题啊 伊朗一直就没有往外出口任何原油 或者说没有从正常渠道出口原油 所以说它的原油产量本来就很低很低了 跟它就是正常的水平上的比是很低的 所以说让伊朗在现在这个水平当下 这个不增产原油 或者不恢复到原来这个 就是两三年 三年线线的水平啊 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嘛 就是说沙特在最后一秒 最后一秒钟 扔出来这么个议题 就表明他不想 在这个多哈呢 达成这个动产协议 那么这个伊朗当然就也不会同意了 所以说之后就这个也破裂了 所以说我觉得 沙特之所以扔出来这么一个议题 造成这个破裂有两个原因了 一个呢 是想把 因为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非常的深 虽然他们都是这个 这个产油国 都是中东国家 但是一个伊朗呢 他是和伊朗克都是在乌斯林 不同的教派的 一个是虚拟的派 这个是沙特嘛 那么 那么这个伊朗呢 是这个另外一个派 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一直都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在过往的这么 就几百年的时间呢 都有很长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那么沙特呢 不排除是想把这个 就是这种矛盾 的政治矛盾 这个 用这种政治矛盾呢 把伊朗做为这个踢的洋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 沙特可能觉得 现在的油价可能还不够低 或低的时间不够长 为什么他想 就是在 在一年多以前 它发动价格战呢 就或者说 它大幅度增产的原因呢 就是想把价格打低 然后呢 让美国的烟油产业呢 这个 遭受损失 然后把这个 因为烟油产业 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是增产也比较快 那么沙特认为呢 在这个是 威胁它的市场份额 所以说 他们想把 美国的烟油产业链呢 就打掉 不光是美国的烟油 包括 其他的 高成本 高增长的 这些 原油生产商啊 都把它们要打掉 可能是我觉得 沙特觉得这个 这些企业虽然 死了一批 但是没有死透 一定要把这个 这些企业再打掉一批 所以说 它把这个 并不同意 这个原油的动产 可能就这两方面的原因吧 好 那您觉得 接下来的话 我们知道油价 其实起起伏伏 已经经历了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波动了 那未来对于这个油价 其实 我们说到 之前说到 今年可能会回到 之前油价高点的 一个腰 腰部的一个水平 那您觉得 这会对于 之前的一个判断 产生影响吗 很有意思 这件事情呢 就是 跟您刚才这个问题相关 就是昨天 为什么油价 突然大幅度反弹呢 就是 在同一天 这个多哈 这个谈判破裂 同一天呢 科威特出现了 史无前列的 石油工人大罢工 那么 这个是在整个中东 都没有见过的 就是整个科威特的 这个原油产业 就一下子瘫痪了 在一天之内瘫痪了 科威特原来产油 大概是300万桶每天 在一天之内 降为了100万桶每天 一下子减少200多万桶 那么 这对整个原油的 这个供应啊 全球的原油供应 也造成了 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 所以说 其实这个造成的 负败影响 在从这个 实际的产油的 这个影响来看的话 是比较高于 多哈的动产的破裂 这么一个 这么一点事情 所以说 在短期我们看到 原油价格一下子暴涨 从这个底部一下 几乎反弹到了 这个上周五的水平 那么这个 为什么科威特会出现 这个原油 这个石油产业 这个工人大罢工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油价过低 那么这些产油国 他们呢 也不得不 降低自己的 这个 收入 那个 降低福利 那么 科威特的这个工人 就认为呢 他们的收入水平 大将 要求这个资方呢 提高这样 这个收入的 这个薪水吧 那么 这个到底能 持续多久 大家不清楚 如果短期 就能解决的话呢 原油价格可能会有一波 这个 弱势的走势 但如果持续时间 稍微长一点 那么这个 就会对 整个世界的 这个原油供应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呢 虽然说 上周日的 前天的这个 多哈的谈判 居然破裂了 但是呢 各方面 各方面并没有放弃努力 因为6月2号 是一个 欧派克的一个 它的 每半年期的一次 会议的这么 时间 所以很多国家 正在努力呢 想在这个 6月2号 达成这样一个 冬产协议 所以说 冬产这个计划呢 并没有完全破产 我们 在一个 一个月之后呢 有可能看到 新一轮这个谈判 有可能 达成一定的协议 好的 非常感谢 向金先生 这时段给我们 带来的点评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 从华尔街 到陆家嘴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各业领长的板块 和各股分别是什么 应用软件 独立油气 生物技术 非金属 开采 还有矿资源 开发 是领长的板块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一只应用软件 各股上涨幅度 65.4% 目前的价格是 35.23美元 每股 刚才我们看到的 涨幅前五名 当中有三个 就是跟资源有关的 有两个是 能源相关的 那么也跟昨天 这个原油的价格 这个暴跌和暴涨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刚才也说过了 原油价格现在 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 有很大的影响 几乎有一段时间 就是原油涨 这个股票就涨 整个股市就涨 原油店的股市就涨 当然这个 并不是永远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它对金融市场的 一个影响吧 那么 今天我们讲的是 第一个暴涨 昨天这个上涨幅度 最高的一个股票 而不是 其他的原油股票 这个股票叫 CVENT 是一个软件公司 昨天宣布 是一家 PE公司 所私有化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公司 它做什么呢 软件呢 它是一家做 这个会议和会展 这么一个管理 或者是 市场 营销 这么一个软件 是个非常非常 特殊的一个软件公司 那么 会议会展 这个行业呢 在国际上呢 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行业了 那么也 每年也是 这个产值 也比较大的一个行业 它是在这个产业 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软件提供商 那么这个公司 在2013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当时IPO IPO的时候 当时 当天就几乎翻倍了 这个公司 那么当时大家认为 它可能是一个 比较高成长的 这么一个企业 当时它的利润呢 也是在从12年到13年 也是暴涨了很多倍 大概五倍左右 但是后来呢 它的发展却差强人意 它的高增长 并没有持续 13年14年以后呢 就几乎没有什么 在太多的增长 那么现在呢 主要是看的 现金流还OK 那么它的股价呢 其实也是在 基本上是在14年 是大到最高点 跟IPO之后差不太多 那么15年16年呢 其实下跌的幅度 还蛮大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显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IPO 上市之后 表现差强人意 后来呢 又被私有化的 这么一个例子 其实跟很多的中国的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很相似的 因为中概股里面 很多都是软件 或者是互联网 相关的股票 那么也是在前几年 这个发行的时候 可能它的预期比较高 这个PE 或者它的估值比较高 但是过去两年呢 可能它的增长 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那么也在 我们看到一年多以来呢 中概股在美国 也纷纷的被私有化 那么是一个 也是个潮流吧 那么这个公司呢 也是被私有化以后呢 这个股价上涨了 百分之六十多 但这个PE公司呢 也是专门做软件的 一个PE公司 当然中国的企业 它们在美国私有化 很大的一个目的 是到中国来进行上市 但是这个 当然这是个美国公司 可能会到中国来上市 那么也体现了 这个在今年的 这个科技市场呢 随着纳斯达克 今年的表现 虽然没有太低 但是呢 没有前几年涨这么多嘛 那么也是变 从IPO比较多 变成了这个 今年来看呢 是 私有化 依然有点确去年 私有化 并购 而M&A或者奥棒 这样的一种 行业格局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今年IPO 说是整个的市场份额 可能会比去年一半 甚至说是 只能超过一半 多一点点 对的 今年的互联网 或者这个软件公司 今年基本上就没有IPO 那么也跟 今年这个中资 因为前两年的IPO 里面很多中资的 中盖的 今年就是 就几乎就没有了嘛 那么 这个互联网企业 或者软件企业 至今一段时间 这个IPO也比较少 好的 非常感谢 向您先生 这一时段 对于各股的一个点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 到路加水 接下来 第二六两组 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 平均机构标准 普尔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 今年迄今为止 全球企业 已经对大约500亿美元的 债务违约 违约企业数量的 创出了2009年 金融危机高峰以来的 最高水平 其中呢 今年以来 违约的企业 以美国公司为主 数量达到了37家 那分行业来看 大宗商品行业的 违约数量最多 调准法表示 未来12个月 油价持续低迷 美联储在9年以来 首次收紧货币政策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压力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违约时间 好 再来关注美股财报季 IBM周一发布的公告显示 扣除部分项目的盈利 同币下滑19% 至美股2.35美元 好于分析师预期的 2.09美元 一季度营收 下滑4.6% 至187亿美元 但是仍然好于预期 IBM股价在业绩公布之后 出现了短暂的跳升 随后回落至接近平盘 年内基金为止上涨11% 饮料和快餐巨头 百事可乐发布 第一季度的财报 当季实现盈利9.3亿美元 不过去年同期的12.2亿美元 是不超过去年的这样一个数字 当季营收从122.2亿美元 下降到了118.6亿美元 根据外媒消息 这些人士透露 欧盟将指控 Google滥用市场垄断 地位在与运行 安卓操作系统的 手机软件制造商 签署的软件许可协议当中 优先推广自己的搜索 和地图等移动应用 如果说Google被证实 滥用市场地位 那最高可能会面临 74亿美元的罚款 相当与其2015年 营收的10%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 全球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 资本市场和嘉宾 且要聊 值得关注的板块和客户 我们要说到的是 Edwards Life Science 是医疗器械板块 上涨幅度1.36% 目前的价格是108美元 每股 全球最大的心脏 以及心血管产品的 一个生产服务提供商 对的 我们在说股票之前 我想说一下 最近一两星期 也是美国的 一季度季报 集中发布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 股价波动也比较大 刚才您提到的 像迪斯尼 整个相关产业链 都有些波动幅度上涨 因为它确实现在的 营收比较好 过去我们看到 它迪斯尼做的几个电影也不错 那么中国也要 马上开迪斯尼 所以说对它的 这个影响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相反的 像IBM 它这个软件企业 最近几年的转型 是不太好的 那么是比较 这个All-Star 或者老牌的这种软件企业 它我们看到 这几年连续每年 都出现了一些 这个收入的下降 那么 因为它船大难掉头 很难去跟得上 最新的一个软件 因为它 很多新的软件公司 它是轻资产的 当时我们知道 IBM它不但地 其实它不但地有 这个软件业务 它有PC业务 对 IBM主要它有 它硬件业务 它硬件业务主要 集中在这个 server 或者是服务器方面 大型的主机服务器 对 那么在 其他 原来这个行业当中 有很多其他的 公司像 Oracle 或者是 Sun 或者是HP 最近几年都经历了 非常痛苦的转型 但是 我觉得IBM的转型 的过程 可能是比较慢一点 当然了 我们 接下来也会 紧密地跟踪 美国的 几报 几报季节 那么我们今天 讲的这个公司 叫Edwards Life Science 这个公司 大家可能 普通的消费者 或者民众 并不是很了解的公司 但是在这个医疗行业 尤其是这个心脏行业 是鼎鼎大名的 因为呢 全世界 第一个心脏半膜 就是他们发明的 那么他们现在呢 也是心脏半膜的 最大的一家的 承产商 不光做心脏半膜 还做其他的这个 做心脏手术 使用的这种各样的设备 包括 这个 甚至 人工心脏 都他们也做的 所以这个方面 绝对是 整个世界的 老大 这个公司呢 过去 今年以来呢 上涨幅度非常大 大概上涨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也是 这个 美股大型股票当中呢 这个上涨幅度这么高的 仅有的几个股票之一了 那么 它的上涨 跟这个周期也没有关系 并不是跟这个 资源股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 行业相关的 那么它主要还是一个 趋势上涨 这么一个 长期的趋势上涨 这么一个 一只股票 所以说 非常受到 整个投资行业的 一个喜爱的股票 那么 它今年 为什么上涨幅度这么高呢 我觉得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说 医疗健康行业 本身呢 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行业呢 随着 随着任何老龄化 这个 人民的 收入水平的提高 那么医疗行业 肯定是在 今后几十年呢 都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行业 那么第一点 第二点呢 也是跟它自身有关 那么这个公司 最近 正在测试 它的新一代的 这个心脏伴膜 以及设备 正在进入 这个人体测试阶段 而且现在这个数据 非常的好 那么 如果说被 这个批准以后 政府批准以后 或者美国的 FDA批准以后 大家觉得 这个有可能 对它的收入 和利润增长 有很强的 这个正面影响 所以说 就是它这个 前期的这些数据 就这个测试的数据 在不断地公布 大家对它们的希望 也越来越高 那么随着股价 跟着上涨的幅度 也越来越大 那么随之 我们看 其实中国的这个A股 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看到股价 总体下跌也比较多 虽然也有很多的起伏 但是总体下跌的比较多 但是在这个里边 我们看到 这个医药卫生行业 或者医疗行业 或者大健康的一个行业 这个板块 其实是 这个表现超过大师的 我觉得这个 像大健康的一个行业里边 医药 治药行业 可能是比较 政策风险比较高的 但是 像这种医药设备 医药器械 医院 医药服务 这些这个子行业呢 可能相对来讲的话 是可能更好一些的行业 我们也 就是 有很多 重增的这些A股 像新华医疗 酒安 还有其他的 这些这个相关公司呢 我们来看一下 新华医疗 酒安医疗 碟胺诊断 海黄生物 还有千山药机 以及礼帮仪器等等 对 这其实 几个名字而已 但是 这个行业呢 确实值得大家长期关注 长期 重仓持有 长期关注 重仓持有 相关的板块 一些的投资机会 我们一直说 一要板块是抗周期板块 所以其实在股价的这样一个 起起伏伏过程当中 他有他自己自身的一个行业规律 和其周期性 好 非常感谢 将军先生这一时段的一个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 道路加嘴 感谢 今天提供了一些非常亮眼的观点 那今天播出的这些内容啊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第一财经资讯查看 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您还可以到荔枝和新华电台 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 另外呢 第一财经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更多的财经资讯 视频请上一财.com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想要跑完一场全程马拉松 对于许多的跑步爱好者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跑马拉松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们想关注一下 上次的比赛在北极点 俄罗斯福冰考察站 巴尔尼奥基地周围举行 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球 18个国家和地区 共52名挑战者参赛 其中共有18名女性挑战者 创下了这一赛事 创办以来的新高 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跑马拉松需要做好全面准备 排汗能力强 同时轻薄保暖的衣物 必不可少 此外 手套 护目镜 围帽等 也能减少选手在雪地受伤的几率 幸运的是 比赛当天天气条件堪称完美 风速不大 阳光灿烂 温度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 参赛者们纷纷冲出起跑线 沿着赛道上提前做好的标记 慢跑前行 开始了一场对自己的极限挑战 比赛途中 选手们还可以到专门的休息室取暖 并补充水分 进行短暂的修整 此外 为了保护选手们免受北极熊的袭击 还有专人带枪负责巡逻保卫 最终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苦战后 来自美国的选手多恩·温宁杰 以5小时17分33秒的成绩拔得头筹 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 而女子组的冠军则被俄罗斯选手 古尔扎马尔·德菲利斯摘得 她的成绩为5小时50分12秒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早班车 我是李鑫 在上海详细问候 我们首先来了解主要问 习近平昨天在主持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23次会议室强调 改革基要网有利于增添发展 新动力的方向前进 也要往有利于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 要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指出 要围绕经济结构的制度性问题 推进改革 梳理推进三去一将一补 需集中出台和落实的改革举措 打好组合选 使各项改革措施同项发力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等 发挥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在会见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是指出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向好 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主要国际机构 对中国经济的预期看好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同新方 继续发挥好自贸协定的提振效应 为早日启动自贸升级谈判创造条件 拓展农牧业投资 科研管理食品安全等 全产业链合作 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央行昨天对18家金融机构 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共1625亿元 其中三个月是835亿 六个月790亿 利率与上期持平分别是2.75%和2.85% 昨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主要期限品种利率平稳 隔夜7天分别较上一工作日 微涨0.3个基点和0.1个基点 央行近期不断用公开市场操作 或MLF对冲流动性缺口 也使降准的必要性下降 民生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李其林称 考虑到宽限用的格局已经明显形成 金融市场高杠杆没有下降 货币政策的意图可能仅是对冲性质的 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完成 降准预期下降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明明也认为 货币政策边际取向或以转变 宏观审慎正在加强 具体表现为央行近期投放流动性 更趋微量谨慎 以及引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靠河 当前市场资金紧缺 源于货币市场高杠杆而非钱少 在市场不缺钱的情况下 短期内央行仍以逆回购和MLF 维稳资金面 降准并不可期 随着3月各项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持续改善 人民币也出现了阶段性的稳定上行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在6.4787 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上调121个基点 创出4月以来最大的升值幅度 而截至今天早晨6点在岸人民币 暴在6.4763 离岸人民币走势较弱 暴在6.4833 此外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 最新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指数是97.38 较前一周下跌了0.27% 较2014年底下跌了2.62% 创出了历史记录的新币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 基本保持稳定 华侨银行经济学家汤米谢表示 央行超预期的提高了人民币中间价 可能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外汇指数 但是他认为 政府允许一篮子货币 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今年可能会跌至96 而谈到人民币汇率 IMF亚太部中国区主管 詹姆斯丹尼尔对第一财经表示 根据评估 虽然此前人民币贬值引发过市场的不确定 但人民币汇率依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进行上下浮动的必要性不大 所以在这个 stage not much seems to have changed the real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hasn't depreciated or moved very much and the other variables don't seem to have changed very much so at this stage I would see no reason to change that assessment that is broadly in line with fundamentals so what we're saying here is we do not see from a fundamental economic sense any need for an appreciation or depreciation 广东省政府官网昨天再次发文部署推动全省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的路径安排 提出到2016年底全省国有关停企业基本出清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 有价值资产得到有效盘活实现 300户以上特困企业脱困 亏损总额较2015年减少30%以上 将具有产业价值或前景的企业 以推动优质资产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为契机 围绕上市主体的资产市场方向和发展规划 直接纳入上市资产范围 暂不具备吸纳上市条件的 委托具备相关产业背景和能力的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 在条件成熟择机注入上市公司 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在周一警告 中国经济在向消费驱动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将会提高 信用分析师Christopher Lee在声明中表示 改革对资本密集型企业 比如钢铁 矿产 建材与造船领域企业的负面影响最大 部分大型国企的债务已经达到一个关键水平 当前债务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五倍左右 他们认为国企的杠杆今年将进一步提升 销售额的疲软并不会被削减成本 与减少资本开支的努力完全抵消 中国经济正试图降低对制造业的依赖 但这一转型过程将是痛苦的 因为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在2015年放缓至6.9% 在2016年会进一步放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科学优客工厂 昨天联合发布的《中国重创空间发展》 提出指出截至到2015年底 中国的重创空间数量有500多家 但盈利模式相对单一 多以租金作为重要盈利来源 大部分重创空间拿不到一分钱投资 蓝皮书建议通过建立股权投资平台 等健全重创空间的投融资体系 使之在基础的租金收入之外 形成自足的产业 但对于金融领域的重创空间 尤其是涉及众筹的平台 应该严管银控 好 这些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好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 国内方面的财经要闻 一季度宏观经济起稳 房地产的贡献举足轻重 随着楼市销售的逐渐回暖 三月七十个大中城市 房价的整体涨幅也是继续扩大 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扬 而部分热门二线城市的房价 也快速崛起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三月七十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六十二个城市里 涨幅高于二月的城市有五十五个 比二月增加二十二个 二数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五十四个城市里 涨幅高于上月的城市有四十七个 比二月增加二十三个 厦门 南京 合肥等 热门二线城市涨幅领先 从同比看 同比上涨城市各数增加 涨幅扩大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上涨的城市 分别有四十个和四十六个 分别比二月增加八个和五个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表示 尽管绝大多数城市房价环比 都出现上涨 但城市兼涨幅差异仍然较大 上涨过快的城市 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其余房价涨幅远高于其他城市 其余二三线城市房价走势相对平稳 此外 业界人士指出 全国楼市的全面回暖 可能与三月份的多重利好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 针对房价上涨速度较快的一线城市 实行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有助于促进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领先 不过随着调控措施接连出台 进入四月份以来 北京二手房成交以及看房的情况明显降稳 尽管绝大多数城市房价环比都出现上涨 但城市间涨幅差异仍然较大 业内认为 三月的降价齐升 获成为年内最大的狂欢 由于此前上涨的重点城市 正在迎来调控 政策的短期效应已现 市场或将逐步进入调整期 而未来中长期的楼市走向 依然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基本面 二季度的 整个市场的整体的供应量的话 会较一季度的整体供应量会加大 那么在整个的需求 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的话 供应增加会导致它的成交量的话 也会顺利的上涨 但对于二手房来讲的话 我们预测可能会有个回落 经济参考报报道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去库存政策的持续 三月房价量价齐升 大多数城市房价出现上涨 但是分化的趋势依然明显 同时因为一线城市的收紧 部分投资资金撤出一线城市 进入到二线城市 促使部分二线城市 价格涨幅超越一线城市 因此重点二线城市 会迎来新一轮的政策收紧 银改增全面推开 进入倒计时 房地产行业银改增的实施 备受业内关注 中间公司预计银改增之后 房地产全行业的税付 将下降620亿元 预计行业的净利润 增加460亿元 银改增除推动房地产投资外 还将为开发商在高库存地区 创造降价和去库存空间 在利润率受到挤压的背景下 大部分开发商将受益银改增 毛利率越低 房地产开发业务占比越大的公司 享受的减税幅度越大 业内人士表示 政策实行后将利好商业地产 及产业地产的销售 并增加一般企业 对于持有型物业的投资 长期来看 对房地产投资有拉动作用 市场人士认为 土地成本能否抵扣 是银改增实施后 对开发商影响的关键 平安证券分析师王林表示 房地产行业的成本 主要由土地建安和财务成本构成 地方政府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 利息成本需等金融服务业 进行银改增后 才能取得发票 如果土地及利息成本无法抵扣 则相当于营业税 由目前的5.5% 上升至6.75% 地产商面临税幅增加的风险 且毛利越高的项目 税收负担越大 如果政策特别规定 允许房地产企业 凭财政部门监制的土地专用收据等 作为抵扣凭证 则将大幅降低开发商税收成本 由5.5%下降至3.78% 中国土地刊测规划院的监测显示 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 地价整体平稳增速回升 一线城市住宅地价 跟随房价快速上涨 预计二季度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持续作用之下 城市地价将保持整体上涨态势 那具体来看 综合住宅工业地价 环比同比增速 较上一季度均是有所上升 商服地价环比增速 比上一季度是持平 同比增速微幅放缓 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 地价总体水平为 3668元每平方米 商服住宅工业地价 分别为6767元每平方米 5554元每平方米 和766元每平方米 此外浙江温州部分房屋 土地使用证陆续到期 或将面临高额的续费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关注 对此温州市国土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关情况已经引起 国土资源部的重视 国土资源部要求 温州市及时上报情况 数据显示温州市主城区 20年期限土地使用证 到2017年底 到期的有600多宗 到2019年底 到期的有1700多宗 为了更好的区分辨识 新能源汽车 我国将启用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公安部昨天起公开征求 对于新能源汽车号牌 试样的意见建议 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和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各三个试样 其中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的三个试样 分别为采用渐变绿色 绿色的水滴形图案 和绿白双拼色 作为号牌的底色 而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则采用绿黄双拼色 拼出不同组合的试样 除了采用体现 绿色环保寓意的颜色之外 号牌还增加了专用标志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 新能源汽车号牌的号码 增加一位避免重号 该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本月30号 截止2015年底 我国纯电动汽车达到了33.2万辆 混合动力汽车达到25.1万辆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日休息 稍后继续 那数据时代 用数字说话 欢迎各位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述说财经 今天的第一组数字和旅游有关系 中国社科院在昨天发布了旅游绿皮书 指出2015年 中国国内的旅游人士将近40亿 国内的旅游收入是在3.6万亿 但值得关注的是 国民出境旅游已经达到了1.2亿人士 而最为关键是其中到日本的中国游客 达到了499万人士 同比增长了107% 中国人也因此成为日本最大的一个客源国客人 另外富含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了611万人士 富美的游客人士同比增长了16% 而去澳大利亚游客达到了100万人士 仅用了5年时间 就实现了澳大利亚旅游部门拟定的一个10年的计划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组数字 同样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来看看香港 香港三个旅游从业者公会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香港旅游业界预计今年五一长假期间 访港的内地游客将会大幅减少 受到访问的这些导游 很多人 包括有九成人 他对未来一年香港的旅游前景是非常担心的 而调查机构指出 香港旅游业已经进入了寒冬期 在短期之内你是看不到任何回暖的机会 来看一组数字 今年前两个月 防港旅客同比下跌是在大约13%这样的幅度 其中占比七成以上的内地游客下跌是18%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在最近也公布了一个数据 显示香港今年二月份 零售货的价值的同比下跌了20.6%到370亿港元 这个已经是1999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好 再来看看下面这一组数字 这是上海统计区公布的数据 显示出一季度上海全市的生产总值是6225.39亿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 增速和全国是保持一致的 而其中的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了70%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 那就是一季度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相当的活跃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达到了501.8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了27.3% 而其中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面积是420.33万平方米 增长了19.7% 这个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了6.9个百分点 但是在3月25号上海房地产新政出台之后 商品房成交面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好 说完了今天的数据之后 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 好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市场消息 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 数据显示一些因素对于低低季度 美国经济增速构成初步的阻力 而这些因素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此前的预期更长 花旗预计今年一季度 美国GDP将增长0.9% 全年增长1.7% 花旗表示美国经济前景出现 惊喜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而下行风险非常的明显 预计年内将仅加息一次 可能会在9月发生 但是如果有事件搅动金融市场 同时进一步拉低经济前景 那么12月份或者是更晚加息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动产结计没有能够达成 之后油价一度暴跌 但是之后很快收复了大部分的跌幅 并推动美股大盘反转 标普创下了年内收盘新高 道指创出9个月收盘新高 周一标普收涨0.65% 道指收涨0.6% 纳指收涨0.44% 欧洲股市小幅上涨 富士泛欧基础300指数收涨0.36% 汽车股和休旅股领涨 能源股也是脱离了多哈产油国的协议 没有能够达成动产协议之后 录得了低点 亚太股市多数收跌 日经指数重挫 昨天户指盘中连续失守5天 10天均线 创出近4周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创业版回调幅度大于主板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 两市成交不足5600亿元 成交量有所缩小 另外融资方面 截至4月15号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是8914.78亿元 环比减少36.62亿元 结束了两年涨 分析认为市场暂时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验证经济触底回升的趋势和强度 同时因为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市场将缺乏数据指引 在这种温和态势之下 市场可能会变得略显乏味 而外部风险主要集中在 美联储加息和原油价格之上 根据统计近三天 上证指数下跌1.08% A股成交金额 就要前三天下降14.76% 主力资金进流出最多的概念为 送转预期 该概念所属的个股共有418只 其中主力资金进流出前列的个股 是东方财富 一亚通三峡水利 那分别进流出6.38亿元 1.65亿元和1.54亿元 进流出最多的个股为 大洋创世多福多 溶解股份 分别进流入2.05亿元 1.84亿元和1.77亿元 近期3100点是旅工不下 而昨天又有了向下的跳空缺口 而对此身外红源市场研究总监 贵浩明则认为 市场在充分的整理之后 仍然将会走好 应该说和多发会 这个股票输出股组织 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 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资产 在战场3000亿元 继续上行过程当中 还是遇到一定的主体 所以这次在3000亿元之前 有个充分回调 我觉得也有利以后 使权重股的作用了 可能在经货的时间 可能会有所弱化 大家还是更多的 关注成长的品种 多哈动产最终以失败告终 致使亚盘时段 WTI5月原油期货 一度大跌6.8% 创出了2月1号以来的 最大日内跌幅 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 也是一度跌幅达到7% 市场分析认为 油价震荡所带来的影响 大大削弱了全球的 资产风险偏好 同时也令市场 负面情绪高涨 而根据数据统计 今年以来 油价与A股的表现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橙色代表的是 护身300指数 而蓝色则代表的是 护身300里面 能源权重股指数 可以看出 从进入2016年开始 护身300指数 基本能够与这些 能源权重股走势相同 而昨天能源权重股板块 表现不佳 中石油中石化 眼周煤液 颠覆均是超过了2%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期货方面 马上连线到 东正期货的林翔 请来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早上好 林翔 早上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股指期货 昨日护纸跳空 低开最终护身300指数 暴在3228.45点下跌的1.34% 除了合约F1605 是暴在3191.6点 即差收窄 在宏观数据公布的情况下 护纸短期有点力多 出境回踩下探的一个情况 不过就基本面而言 目前的宏观环境 仍然是偏向多头的一个阵营 期质的持仓上来看 昨日多头的增仓是比较的明显 市场仍然看好后市 因此我们认为 目前市场下方的一个空间 还是相对的有限 T恤回落的概率比较的小 后市仍将维持 当前震荡走高的一个走势 然后关注国债期货 3月的经济数据 基本符合预期 虽然说GDP环比 是继续的一个下滑 但是仍然在6.5到7.0的一个目标范围内 需要注意的是 其他数据表现比较的好 以房地产为核心的一个带动需求 是主因 表现为房地产带动了其他行业的上中下游 出现了一个趋库存 以及补库的一个动作 3月份经济虽然比较好 但是4月份的经济数据呢 目前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认为呢 下停的风险也是比较的一个小 一是耗媒量的走势呢 可能会有所的放缓 第二个是地产因为一个楼市限购的原因呢 导致地产带动的一个增速呢 也有可能相应的放缓 再考虑到IMPA 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操作呢 可以看到呢 目前的央行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动作 违约的事件也发生的也比较的多 因此我们认为国债在目前的一个风险偏好下呢 仍将维持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 最后关注贵金属 周一金价是小涨 其实收盘的纽约期间是报在1235美元每盎司 这几日原油的动荡呢 是使得整个市场的并且情绪呢 有所的回升 让金价是止跌起稳 考虑到上周五SPDR的增仓量呢 是使得基金经理的一个黄金的多头头寸 是升至了四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 市场对于目前黄金多头头寸的增仓呢 考虑到一方面是 整个多头的增仓速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去年的同期 在黄金上市场对于黄金的这么一个想象 让整个市场呢 认为目前黄金多头的增仓呢 但是呢有一点过度拉伸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将导致目前黄金上行的市场呢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我们认为金价呢 短期呢还将去延续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态势 好的主持人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方面 本周呢 上市公司披露业绩更为密集 周内将有480份一级报公布 有241家公司已公布 一级报业绩预告 业绩预计的公司达到了145家 占比是60.17% 其中的业绩预增公司62家 业绩纽克公司20家 业绩略增公司是50家 业绩续营公司13家 那资金流向方面 业绩预计公司股当周用58支个股 上周获得了大单资金的追捧 42支个股期间累计大单资金 净流入超过1000万元 同花顺 明家会 西藏珠峰 跨境通 硕贝德 三聚环保等六支个股期间 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超亿元 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 就达到了12.2亿元 距离五一小长价不足两周 市场也将迎来解禁高峰 其中23家上市公司变动之后的 解禁股的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超过40% 据统计 即将到来的五六月份 两市合计解禁市值 高达4602.78亿元 其中六月份单月解禁市值 高达2682.7亿元 仅次于今年12月份解禁量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2月份 两市股票解禁市值 将高达398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四月份最后两周 两市股票解禁市值 高达1194.84亿元 也就是说 五一假期之前 两市面临的解禁压力 也不容小觑 统计发现 4月18日起至6月末 两市共有364家上市公司 现售股 即将上市流通 其中23家上市公司 变动后的解禁股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超过40% 其中上风水泥将在4月26日 解禁近6亿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达73.52% 解禁股本市值为42.17亿元 解禁矿业也将在同一日 解禁超7亿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达64.66% 解禁股市值高达62.36亿元 以上两家公司 解禁股来源 都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另外根据统计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 共计是19.56亿股 其中的互是9.98亿股 深是9.58亿股 以4月15号数盘价为标准 计算市值为289.35亿元 统计显示 本周解禁的25家公司当中 有12家公司限售股 在4月22号解禁 解禁市值152.87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52.83% 解禁压力集中度高 根据新股发行计划 永和制控 今天将进行网上申购 发行价格为14.85元每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0% 申购上限为1万股 中签缴款日为4月21号 公司主营流体控制设备 及器材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为新增年产3000万套 无签水暖器材生产线等项目 投资总额为3.28亿元 2013年至2015年 永和制控分别是建业 收入4.59亿元 5.2亿元和4.78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0.52亿元 0.65亿元和0.66亿元 公司净态适应率为22.99 参考行业最新的适应率为57.48 根据统计数据 截至18号晚 已公布年报的 1762家公司当中 购用1755家公司 出现减值损失 合计达到8032.51亿元 占这些公司 2015年净利润 合计数的38.4% 昨晚有9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合计计题减值准备 9.78亿元 其中提取数额较大的 有东方淡业 计题资产减值准备 是3.5亿元 银江股份 计题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供给是3.9亿元 计题减值准备 将对于相关公司业绩 形成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 减值准备转回主要 是之前被确认为 坏账的应收款项被收回 也有的是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因此对于相关 计题准备比较大的公司 可以关注其 未来是否存在 转回的可能性 好 接着我们再来 关注一下新三版 根据此前 股转公布的测试方案 新三版分层仿真模拟测试 昨天正式开始 为期一周 而根据业内人士 透露市场高度关注的 新三版分层正式方案 或将在下周末前 正式落地 目前无论是券商 还是企业 都在为分层的到来 积极准备 本次仿真测试的 主要内容包括 测试挂牌公司 分层信息揭示的 及时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各技术系统 对挂牌公司 分层信息揭示的准确性 分板块揭示 不同层次 正确行情的正确性 记者从股转新闻处获悉 目前 新三版分层制度的 最终方案 已提交给证监会 正等待最终的结果 修改后的 新三版分层实施方案 对原有的标准 进行了一些修改 突出相关标准的 可抗操纵性 他没有公布出来 具体的内容 包括你那个 做事商数量 还有人拉一些实质 那个脚端小 实质也好操作 从哪些标准来控制 第三条 第三条是最终的 其他的不太好做 此前 市场一直对标准三 六一市值 和六家做事商的标准 充满争议 认为可能被操纵 古转某权威人士透露 即将发布的分层细则中 对标准三 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会提出一些 附加性的要求 来进一步保证 减少操纵性的可能 多位券商人士 对记者表示 近期一直在和 可能进入 创新层的企业沟通 以便分层正式确立后 进行持续的督导 和提供更多的服务 此外 分层后的市场 将面临更严格的 信息披露要求 梳理完成之后 其实各个券商 会利用自己 在投华方面的优势 像我们就 以并购为主的这种市场 我们在并购市场 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会 推一部分创新厂的标的 对于即将进入 创新层的优质企业而言 分层最大的意义在于 将它们从 六千多家企业中 甄别开来 吸引投资者更多的关注 纯粹是分层 能够带给我们的 增加认知的 这么一个 机会吧 它不会 创造特别好的 这种收效 反而是 如果能够配套的 这种交易政策 能下来 让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到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的买卖 这样的话 对企业的流动性增加 是收益蛮大的 好 接下来来连线 东北证券财富管理部 总经理郭峰 请他点评一下 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产生影响 郭先生早晨好 你好宇佩 下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这样一个节奏 那么昨天4月18号 央行对18家金融机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也就是MLF的操作 一共达到了1625亿元 那么这个规模应该也是近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 那么其中是三个月的835亿元 六个月期的790亿元 那么利率基本于上期持平分别为2.75%和2.85%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关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一方面在关注量的规模的同时 我们认为更多的还是要关注整个利率的一个走向 所以实际上每个月的央行的货币 资本市场公开操作当中 更多的在一个指导利率方面 可能对市场有更带来更积极的一个影响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昨天的这么大量的一个MLF的操作呢 更多的还是在对冲流动性供给收缩方面的一个压力 因为从本周二和本周四呢 一共将有5510亿的MLF到期 那么再加上下旬有整个财政存款上缴3000到4000亿的这个规模呢 应该说未来几周整个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呢 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大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整体来看呢 货币政策这种对冲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市场对市场关心的整个货币政策在降准降息的这个预期方面呢 那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目前来看 央行可能更多的是维持一种审慎性的货币政策也五原则 所以呢 整体来看在降准跟降息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一方面从降准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注意到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规模已经在不断的增加 所以呢 短期内并没有降准的这个必要性 那么另外呢 对于降息实际上市场更关注的将已经公布的CPI角度来看呢 近期物价还是有一些回升的一个压力 所以呢 整体来看 可能整个货币政策在双率方面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这应该是维持一个整个货币政策稳健的这样一个特征呢 还是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 所以总体来看 对货币政策短期来讲 我们认为维持中性可能是一个常态 因此呢 从整个流动性角度来看 市场如果寄希望于货币政策的这种条 调整来来进行进一步的刺激 那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关注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节奏 那么再来看一下 对二级市场形成重要影响的一些重要股东的一些增持跟减持的行为 那么四月份以来 已经有39家公司获得重要股东的增持 增持规模呢 达到了45亿元 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 这45亿元当中 其中有两家公司获得大股东的一个大规模的增持 将就将近要占到九成左右 那么其中排名第一的像苏联营商获得 预34亿元的最大手笔的这样一个增持 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新潮实业 也是有7亿元左右的这样一个增持 所以呢 两家公司的增持额度就已经超过40亿元 因此可能其他更多的公司增持规模呢 都属于偏小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因此呢 整体来看 虽然增持金额相对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但是可能分配到每家公司的金额来看呢 并不充足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关注到在4月份 反而在减持当中 仍然有多家公司进行了一些减持的一个行为 一共有51家上市公司 造到了重要股东的一个减持 减持的规模也达到了52亿元 那么也就是说 截止目前的统计情况来看呢 整个4月份增持跟减持的这个金额来看呢 还是以减持多于增持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按照我们过去统计的经验来看呢 当某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连续两个月 二级市场股东当中 竞争持的额度出现连续两个月的这个竞争持的现象的话 那么这对大盘底部的形成是比较有利的 或者说会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所以目前的状态可能还是处于减持额大于增持额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也是导致大盘在3000点到3100点进行 就焦灼的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伴随着指数的进一步的上升 可能减持的压力呢 仍然会进一步的体现 所以呢 整体来看 在关注每个月的减持增持的额度变化当中 我们认为净增持的额度呢 可能这样一个现象呢 对市场未来判断更具有一些意义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 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一些进程 广东国资共计策改革呢 开始启动 基本是对准僵尸企业 广东省部署推动全省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的路径安排 那么广东省官网呢 昨天也是披露了 关于全省国企出清重组僵尸企业 促进国资结构化的指导意见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 也再次明确 广东省国资委已经将共计策改革的头炮 秒准了僵尸企业 而从目前统计情况来看呢 广东省国有僵尸企业一共有3385户 其中国有官庭企业2333户 占企业总数的19.75% 特困企业1052户 占企业总数的8.95%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3385家的这样一个僵尸企业呢 也是未来几年广东省国资 将重点解决和出清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对于官庭企业来讲呢 广东省国资委也制定了两个一批的方式 来加快出清 即兼并重组一批和官币破产一批 那么广东省也再次明确了这样一个分类处置 僵尸企业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由于其将具有一些产业价值和前景的企业 以推动优质资产或主管业务整体上市为契机 围绕上市主体的资产市场和方向来进行发展规划 直接纳入上市资产范围 占不具备吸纳上市条件的 那么委托具备一些相关产业背景和能力的 国有上市公司来经营管理 待条件成熟后折机注入上市公司 那么伴随着这样一个广东省国资委的 对僵尸企业的这样一个出清规划来看 那我们相信未来一到两年 广东省的这样一些特困企业的 这种重组兼并的力度可能会有所加快 那么这也是再次体现出 地方国资改革的这样一个进程 所以呢伴随着这样一个改革的一个思路 一些广东地区的可能一些 机差的上市公司也会面临一些转新的机会 那么也建议投资者 可以适当地留意 以上是我们关注的重要信息 下面讲镜头交换给雨菲 好的 谢谢郭峰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饭车 以下我们看一下券商的研报 第一份研报来自招商证券 它发布了服饰纺织行业研报 因为消费景气度尚未回升板块 基本面支撑力度不强 报告认为板块主要以跟随大盘运行为主 长线操作建议把握有业绩 具备安全边际价值稳健的品种 比如说跨境通 南极电商 三马福士 海兰之家 短线可以结合大盘风险偏好度变化 及公司员工持股到期解禁等等 考虑到主题类博弈品种 三月以来有了一定反弹 震荡市下后半月 仍需要警惕系统性的风险 建议风格由单一进贡 逐步的转向防御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份言报 来自国泰均安 政府严格推行减产计划 八项配套政策将陆续印发 若严格执行将收缩动力煤的供给 考虑到四月动力煤价平稳 期货较现货仍处在贴水 其他省份减产预期并不充分 倘若内蒙陕西等省严格执行减产计划 煤价有望上涨动力煤企业也会受益 其中弹性比较大的品种 他特别提到像陕西煤业 山煤国际 中国神话 焦煤企业也受益于煤价中枢的上升 推荐的是西山煤电 集中能源 盘江股份等等 好 关注完言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公司的公告 首先第一份是紫星ST江话 收到了控股股东含告 获取浙江省国资委 已将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 与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组建省属的 国有控股集团公司 公司股票将于今天复排进行交易 好莱克昨晚披露了非公开发行预告 你已不低于每股20.5元 发行不超过3234.5亿万股 目击资金总额不超过8.25亿 用于加码和自己主业相关的一些项目 另外P2P昨晚也是发布公告 控股股东五牛基金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 方正东亚信托两个信托计划 交易的总金额在1.46亿 本次交易发生之后 五牛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8.8% 再来看格力地产 发布了一个业绩的年度报告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45亿 同比增长了73.56% 净利润是在13.7亿 同比增长了337.72% 你向全体股东美食股派发现金股利2元寒税 合计派发的是在1.16亿 以资本供给金向全体股东美食股转增18股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亚太市场 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信息 好 这里是我们关注一下亚太市场开盘方面的最新情况 马上来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记者方商 方商早晨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聊机到的早盘的最新消息好不好 好的 雨菲 那亚太市场昨天是因为在油价的拖累之下出现大跌 尤其是日本股市在国内地震的影响下 昨天日本股市是出现大跌 那今天亚太股市开盘整体是呈现出回土的 而是出现出反弹这样一个局势 那其中日经二五指数 今天开盘是上涨了1.88%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是暴在16582点 韩国股市今天开盘也是出现上涨0.3% 那开盘是暴在2015点 澳大利亚股市今天开盘是暴在5137点 那现在盘中也是出现一个接近2%的涨幅 那今天亚太市场值得关注的就是 日本30年期的国债利息是创下新低 主要是因为油价的快速下跌 以及日本股市大幅大幅下跌 是使得资金寻求避难的场所 投资者是憧憬日本央行会在本月加码放宽货币政策 那日本国债的价格因此是出现快速的上涨 20年以及30年的这个国债的利息是出现历史的新低 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发展局是公布 3月份出口是按年下跌了15.6% 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是2013年2月也就是近三年以来是最大的跌幅 那其中跌幅最大的就是药品 药品的出口是下跌了30% 3月份对欧盟的出口是大幅下跌40% 对美国和对华出口也都是下跌接近10% 但是新加坡对日本的出口则是上涨了5.6% 以上就是外围市场的最新情况 雨菲 好的谢谢方商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方面的消息 在连续7个交易日事件净流入之后 沪股通昨天遭遇了6.36亿元的资金净流出 当日额度余额占比为104.89% 港股通则是延续小幅资金净流入的状态 昨天净流入了3.24亿元 以用额度占比为3.09% 为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时间资金净流入 深港通即将宣布推出的预期升温 近日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陈家强 在出席13.5规划与香港机遇高峰论坛时重申 香港与内地监管部门正商讨推荐深港通 其优化护港通有关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并会在中央宣布之后尽快推出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8号也表示 深港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只待中央拍板便可以尽快推出 另外广东省政府官方网站在披露的 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6年重点工作的文件当中 提到推动深港两地相关部门深化合作 适时推出深港通和开展合格境内 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 也就是QDR2试点的推动 深港通两地资金市场互联互通 联交所披露资料显示腾讯控股主席 马化腾4月12号至14号期间 减持腾讯股份减持比例从9.09%降至8.82% 那粗略估算此次操线40余亿港元 腾讯股价目前正处于历史高位 香港迪士尼四年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日前宣布裁员 香港迪士尼乐园2015年年报显示 整体亏损1.48亿港元 整体访客量为680万人次 比前年的750万人次减少9% 其中内地访客量是跌幅较大 减少23% 是历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香港迪士尼现有全职员工超过5000人 对于裁员消息 香港迪士尼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 裁员消息属实 但是拒绝透露实际人数 称这一次裁员的人数少于100人 涉及多个部门 包括保安 餐饮 酒店 人事等管理层 其中的保安部被裁人数将近10人 全部被裁人员需要即日离职 香港迪士尼乐园职工工会表示 暂时没有接到员工求助 但是指出这次事件 令前线员工担心 会有第二轮裁员造成士气地露 好 接下来我们再连线到方商 方商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好的 雨菲 我们首先看一下香港市场方面 那香港股市是因为在油价的拖累下 是连续两天出现下跌 那累计是下跌了176点 昨天收盘香港股市仍然是下跌 0.7% 昨天大市是有接近1000只股份出现下跌 上涨的股份只有约400只 昨天香港股市的这个焦点板块 仍然是石油股 石油股的多只个股都是出现下跌 那其中中海油的跌幅是最大 昨天在盘中是下跌接近6% 中石油昨天也是下跌2% 中石化的跌幅是比较小 但是也是超过1% 另外今天香港股市还有一个焦点板块 就是中资电讯股 那联通是在昨天收市以后 是预计第一季度的这个盈利 会按年下跌85% 而中国移动会在 也会在这个星期公布 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 那有券商就是发表策略报告 预计中移动在未来60天的这个股价 会跑赢这个香港大势 那今天中资电讯股有望是跟随这个ADR 是有望高开 另外一个焦点个股就是广汽集团 广汽集团是发布引起 预计截至2016年底的3月 3月止第一季度业价 期内的净利润是按年增长 240%到270% 那市场预计广汽集团 今天这个股价会跟随香港的大盘高开 那ADR也是预计今天港股 会比昨天收盘会出现高开 0.67%的情况 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相关个股以及板块的开盘情况与费 好的 谢谢方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进入到的是 陈会观察 好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 深万红源证券研究所 市场研究部总监贵浩铭 你好 各位老师 你好 对 近期的市场您怎么来看 好的 那么昨天市场出现一个调整 这个原因也是比较明确的 一个多发会议当中 有关所有冻结产量这个提案 没有或者通过 那么另外从境内市场来看 连续攻击3100点未过以后 市场有回调的要求 从短线来看 这个调整的压力 这个经过昨天夏天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得到少了 那么从今天的有望 这个再继续整理以后 重设升势 不过我们也认为 从这波行情来看 走得只一波三折的 这样一个持续震荡 回升这样的格局 大盘的不可能一出二一进入 所以在冲击3100点过程上 还会有比较多的反复 短期内呢 大家还是应该要做到控制仓位 不轻易地去追上 一般来说 目前风低买入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操作思路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东正期货研究所的郭华 你好 郭华 你好 主持人 对 国内期货上表现 怎么来看 好的 商民期货方面 我们看到铜价 在油价的一个严重受挫之下 受到了一个打压 那么同时 CFTC的一个投机基金的 进空力量也是进一步的增加 那么导致了周一的一个日盘 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挫 但是夜间在中国经营数据 一个体振下是小幅收高 那么基本面方面 目前来看 智力的一个强强 因为资源集团 以及智力国家统业公司 暂停了两个铜矿的一个生产 那这两个矿的一个合计产能 大概是88万吨 但是除非这个铜价的 举措长期的持续 并且范围扩大到 智力其他地区的一个铜矿 它不会对工资造成 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 中国房地产数据的表现 相对强劲 那么也是给了 价一部分的一个支撑 因此操作我们建议 仍然可以以短多的这个思路 对待 那股指方面 周一同样在多哈坎 协议流产的一个因素 优发下 那么出现了大幅的这个低开 那目前来说的话 短期是进入了一个 以时间换空间的 一个震荡走势 有一次经验的一个宽裕 以及整体的乐观的 一个股市的情绪 那么 股指目前来说 短期出现大幅下行的 一个可能性 还是比较低的 那建议以震荡的这个思路 对待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 以下我们再连线到 前海开源基金 执行总经理杨德龙 你好 杨德龙 你好 主持人 对近期市场走势 怎么来看 观众那些板块 好的 昨天市场呢 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但是跌幅并不大 尾盘的话呢 跌幅收窄到1.5%以内 这说明呢 市场 这个 并不存在大跌的基础 那么在三点附近呢 都不之前出现一定的分歧 实际正常 那么 大盘已经完成了 第一波的这个反弹 加上了分清点 那下一步的话 可能会开启 第二波的上涨 那外卫市场呢 昨天均出现 比较大的反弹 特别是美股呢 涨幅较大 而 亚行呢 在昨天又通过 常规手段 释放灵动性 这可能给 今天市场的上涨呢 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与今天呢 可能会出现 一定的上涨 从春节之后呢 我们就坚定看 千年到反弹 现在来看市场 这个 仍然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那么在三点之前呢 市场 看空的声音比较大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 看空的投资者 大多数都已经 接近空舱状态 一旦市场上到 三点之上呢 这个市场已经 让很多投资者 空翻多 特别是一些 著名的飞行师呢 也开始唱多 那么改变了 之前的这个 空头思维 这说明呢 市场对于我们 提出的千年到反弹的 这个逻辑 越来越认可 而正方面 对于A股的这个利好 释放呢 也比较多 加上呢 这个一线城市 楼价的这个调整 可能会使得一部分资金 从楼市回流 进入到股市 是可能会促使 股市呢 有一波比较好的 上涨的行情 美人坚持呢 就是二级都市场 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个上涨的目标呢 就是收复年初的实地 那么美股三大股指呢 均收复年初的实地 并且这个已经是 接近了历史的这个新高 那么A股的话呢 现在和高点相比 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对我们的后市呢 仍然坚持看多的这个观点 那板块上呢 关注机器人 医疗设备 人工智能等热点板块 主持人 好 我们再来汇总一下 今天一彩城会连线当中 各大权威机构的城会观点 神万宏源认为呢 市场继续震荡 则机反击 东正期货认为 油价重挫 拖累同价 近期仍以区间震荡为主 而期指呢 是以震荡式看待 前海开源基金认为呢 短期调整 不改大盘的反弹趋势 央行释放流动性 利好A股今天的走势 看好机器人 医疗设备 人工智能等板块 好 今天的一彩城会连线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那以上呢 是今天财经早办车的 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 官方微信 第一彩经资讯 如果您想随时随地 浏览更多 独家集资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 第一彩经手机客户顿 另外呢 第一彩经网站 全新改版上线 更多财经视频资讯 可以上 一彩点考 请锁定第一彩经 稍微您带来市场临举